現在整個香港都在抗疫 所以我想很多人都會對口罩有些研究 我家都有幾個不同的款式 例如有最普通的白色 又有這個 我很喜歡的 因為它有點鴨嘴 帶著來唱歌就不會黏住口 很舒服 不會阻礙嘴 另外這個就很珍貴 是朋友在韓國帶回來 叫做KF94 說很厲害 所以要很珍惜地用 這個也是我最喜歡的 雖然它沒什麼用 只是可以過濾到塵和花粉 但是戴上來我真的覺得很帥 好像Superhero那樣 所以為了有效 可以再加多一層小小的帶有效 在裡面 這樣一起戴 那就又帥又有效 你猜猜哪一層小的 在很久很久以前 當時在1860年代 有一個醫生叫做Joseph Minister 他是在英國的格拉斯哥皇室醫院的 负责一个新的手术部门 不过他真的不太喜欢见到 病人经常在成功手术后都会死 有些医生叫这个现象做医院发烧 但Joseph就怀疑有其他原因 他去研究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 Louis Pasteur的资料 然后他就有医念 他觉得那些人在医院里面这样病 是因为那些细菌在手术室里面 藉着不干净的手和仪器 有一个病人传到第二个 但是那些人听见Joseph这么说 都觉得他是傻傻的 因为当时的人是不知道有细菌的 因为他们看不到 直到1865年的一天 有个小孩被车轮断了脚 通常这样的情况 就会伤口发炎 然后就死了 不过好在 他成为了Joseph的病人 Joseph将他的脚骨薄回之后 接着就做一些很新穎的东西 就是他用一些浸了石炭酸的沙布 去帮他包紮伤口 用来杀菌的 接着这个小孩在六个星期之后 就好回了可以出院了 他还走得走得很健康 就是这样 手术室就开始用石炭酸来杀菌了 接着全世界就开始吃得要消毒杀菌了 现在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经常洗手 又或者用一些消毒的初手液 常常插手的话 都可以帮助保持身体健康的 但是如果能够令到心肝脏呢 那就连灵魂都强壮了 你可以这样跟着圣经祈祷的 在诗篇那里说 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生有正直的灵 神都想我们要小心 不要弄脏的心 因为有些脏东西 是可以伤害我们的灵魂的 例如说谎 又或者是一些好异的思想 这些都会好像病菌那样弄脏的心 真的要小心一点 不如我们一起再读这句圣经 请你跟着我 神啊求你为我做清洁的心 使我里面重生有正直的灵 如果你觉得心可能有些脏东西 你可以向主人说 求祂宽恕你 祂就会洁净你的心 然后以后你都要小心一点 就好像你很小心 不想黏到任何病菌那样 你都要小心 不要被一些脏东西进你的心 那你就可以灵魂体都再见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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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